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这次的这款马头岩肉桂 我们大家都知道 马头岩是整个五一岩茶里面 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山茶 虽然它不在三坑两件 但其实它地位基本上跟三坑两件是差不多 最主要是马头岩的地域比较大 所以马头岩的茶也比较多 那么马头岩其实里面也有各种小山场 小气候也是有一些区别 那最主要的特征呢 总体来说马头岩肉桂给大家的感觉 就是比较烈 比较霸气 五一三人讲就是比较萨口 这一款马头岩肉桂因为它是隔年成的 所以它的这个茶信就发生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变化 它又是经过了三道火的中烛火备火 可以说是比较传统的烛火的工艺 那最后一次备火是在今年18年的1月份 其实就是年初的时候 到现在已经将近一年的时间 备完之后呢 就一直是在一个铁皮箱里面分箱保存 就没有打开过 所以它整个退火和转化非常的好 基本上像这种茶是绝对没有任何的火味的 那么大家在喝五一盐茶的时候 最怕的是什么 就是这个火味比较大 这火味大了之后呢 一个方面会形成一种躁感 会让你的喉咙有一种麻麻的感觉 然后喝多了之后 可能还会有喉咙不舒服 还会上火这种情况出现 那像这个就完全不会了 所以说我们为什么会喜欢这种喝这种隔年层 口感和香气上面 它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其实喝盐茶 我觉得最大的乐趣就是说 盐茶这个变化实在是实在是太大了 同样一款茶 我自己感觉非常明显 我自己比如说我今天买了一款茶 我放在那边每隔一段时间 每隔一个月甚至半个月 你去喝它 它都会发生不同的变化 这个是非常非常奇妙的 比方说先闻它的杯盖箱 那杯盖箱首先它有肉桂的这种桂皮箱 辛辣感 然后它因为经过了一年之后 它会出现这种木箱 木子箱 还有这种淡淡的药箱 还有这种很奇怪的那种花箱 就是非常复杂的一种箱形 而且它会发生变化 包括杯底箱也是一样 会有那种好像是很甜蜜的那种 花蜜箱的那种感觉 然后它的茶汤的最大的一个特色是什么呢 就是非常的顺 非常的滑 没有任何的这种苦涩 或者是这种刺激感 但是肉桂因为它三场确实不错 马头岩三场比较正 所以它的肉桂的这种霸气 其实我们还是可以感受到 它的茶汤里面有那种筋骨 只要是喝盐茶 喝大红袍 我们一定是想去感受这个盐韵 否则的话就没有必要说 一定要去追求这个五一盐茶 周边也有很多地方也有做盐茶 但是它就是没有这种盐韵 所以为什么 因为像这种马头烟也好 牛兰坑也好 它的价格是比别的地方 确实要高一些的 确实要贵一些 可能比其他地方要贵很多 那我为什么花这个钱 去喝这个茶 就是要感受这种三场的事实 感谢观看